您好,您记录一下,我这边是江浦路1709龙小区,杨浦区的。 江浦路怎么写? 长江的江,浦东的浦,上海市杨浦区,江浦路1709龙小区。 好吧,您说。 今天上午,我们小区进行了新一轮的核酸采样。 在我们采了大概一半的时候,我们发现手里拿的这个所谓的新管子采集码,采集出来是昨天5月17日上午10点钟, 我们对面的小区,凤二居委会,凤二新村,就是我们杨浦县的非常有名的杨区,他们里面人的管子。 这个核酸采样管里面还有免签。 也就是说,他们昨天他们拿,这个管子是我们居委会送过来的,一包一包贴好标签送到我们小区的。 那么我们也是正常的配合,因为我们小区是防范区,是没有羊的。 但在扫的过程当中,后来看了一下,我们后来就不敢动了。 这个管子里有好多都是用过的管子给我们用,而且我们都打开了。 那么现在我们也打了110,110说不属于他们管,我们也跟居委会反应了,居委会说,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情况,但是我们觉得很诧异。 昨天凤二新村他们的核酸报告应该也都已经出来了,对吧,今天上海发布都已经报了。 那么请问,昨天做的核酸报告的管子都在我们小区里面,他们是怎么出的报告? 对于已经污染了管子,我们也不确定这些管子所做的这些人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。 那么对于我们小区所造成的污染和伤害,那怎么解决? 我们怎么配合政府来做这项工程,做这项事情? 我们采样已经采了很多天了,没有物资,什么东西都没有,然后现在拿了一包用过的管子来给我们用。 我不知道在当中的流程是怎么混乱成这个地步,在这种情况下阳铺怎么清零? 我真的是很无语,那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该去找谁,对吧,是不是有人来处理我们这个事情? 阳骨局控是不是要对这个事情做处理?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差错,我们现在小区将近千把个人,现在怎么办? 呃,所以你说的凤二新村是凤是什么? 凤黄的凤。 凤黄的凤,嗯 对,12345的二,凤城二村。 好 scaffold 凤城二村。 对,照片我们也都拍下来了。 我们是手里拿了两个拍了一下 对吧 这个事情主要 我不知道 而且你们这个12345的时效性 是不是这个 能不能加快一点 因为这是很 因为这是很紧急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